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中国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回落到3万宗以下 那昨天新增2万9千多宗本土病例 随着严格的防疫措施 引爆示威浪潮 中国当局如今已大幅放宽 防疫限制 那包括北京 上海 天津 深圳等各大城市的民众 在乘搭公共交通 或者进出室外公共场所的时候 都不再需要出示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 而重庆和广州等地 只要符合居家隔离条件 密切接触者也不再需要 前往方舱医院隔离 针对一系列的防疫政策松绑 中国内部出现了两把声音 其中保守派反对全面解封 要求保留核酸检测 还说中国走上放宽防疫限制的道路 是西方跟资本家的阴谋 中国媒体华中电力报前总编辑李光满 在一篇文章当中就提到 Omicron变异的病毒株传染力强 随着中国迈入冬季 一个多月之后又即将迎来农历新年 会出现大批的返乡人潮 这种时候最容易出现 医疗设备紧张的情况 甚至面临体系崩溃的风险 不过另一边乡 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 与各大经济研究所的 六名经济学者 则持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星期六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 就指Omicron的传染力强没有错 但它的致病率低 已经是科学界达成的共识 再加上大部分的民众 都已经接种疫苗 因此建议政府 优先开放经济活动 那随着政府 已经逐步松绑防疫政策 大部分中国民众 还是乐见其成的 中国青海新陵市 宣布全面解封后 街上也终于恢复人气 马路上也出现车龙 还有交警维持道路秩序 历经40天的风控管理 终于解尽之后 民众都表示非常开心 因为终于可以见到想见的人了 开学以来一直没有见过同学和老师的面 到现在就非常渴望能够开学去见一见同学 还有老师们 心情特别的激动 因为马上要见到我的女朋友了 除了青海 广州也宣告正式全面解封 开放后的广州市区终于恢复生气 部分员工获准回到公司上班 企业也对防疫政策的调整乐见其成 社会面这一方面的防疫政策调整之后 其实对于我们美品货来说 是一个非常及时跟重要的意义的 当局表示将会协助企业回到正轨 别条对接供应链产业链 从促进供需对接 平台建设 拓展枢纽功能方面 畅通供应链 中国逐步放宽防疫限制 而放宽之后会不会导致病例回弹 很重要的关键 取决于中国人民的疫苗接种率有多高 根据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数据 全民疫苗覆盖率高达90% 但在80岁以上的群体当中 只有将近66%的老年人完整的接种疫苗 因此提升长辈的疫苗接种率是当务之急 不过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 星期六表示 虽然中国国产疫苗在对抗 Omicron变异病毒株的效果不理想 但中国并没有向西方 竞购其他疫苗 而是选择依赖国产疫苗 一名美国情报局官员 早前也向英国媒体透露 美国目前不指望中国 会批准使用西方疫苗 文字幕志愿者 彼此已成为 有平方神我们手令解除 现在卡在电视能量 帮 conclusiy ha总碰到